为降低宠物弃养,大幅减少流浪猫犬的问题 动宝法104年公告 饲养特定宠物加犬加猫四组应该依法为宠物来完成绝育 而四组如果向县市主管机关申报 也提出繁殖管理说明之后可以免绝育 如果有繁殖需求也要申报 并且在宠物出生之后要植入镜片 为了从源头减少流浪犬的数量 以及配合动宝法22条规定 四组必须为家中的宠物完成劫狱 近年来花莲县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以及经费 为犬猫进行劫渣手术,减轻四组的负担 人家捡到的拿来问我要不要养 我就好吧,看他很可怜 原因是我们不需要一直照顾他 虽然是绑在家里没有错 可是他不会去防害到一些公狗 万一又生了怎么办 我们大概要呼吁民众 如果说针对我们的特定宠物就是犬猫的话 民众有饲养这些犬猫的状况 我们呼吁请市主一定要带着我们的毛宝贝去做一个绝育 那如果说依据动物保护法的话 会进行申请而有这个所谓的繁殖的这个状况 那会有可能会有处罚到5到25万的一个罚还 那如果说是非法繁殖业者 那进行的一个繁殖买卖 寄养这些的状况的话 那最高依法可以处10万到300万 办理宠物登记一旦发现宠物没有结扎 将一罚还5到25万 花莲县政府目前委托动物医院进行免费的犬猫 三合一结扎活动 免费补助包含结扎、晶片以及狂潜病疫苗的注射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